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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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音 都聽出 曲番看光影寫的書 那些字記清晰又模糊 風 在記錄 這段不知來出的路 別去觸碰從白骨裡開出的話 多少破碎畫面刪線那一剎 不要忘記黑夜裡寂寞的炫耀 彷徨和迷失是遺忘的代價 笑一鳴滅響呼吸 日生月撐在你眼睛裡 發生過多少個事情 最終存在的痕跡 鏡子裡面的人那個才是自己 最陌生也最熟悉 無法觸及的謎底 謝謝 每次劉群來錄節目 我就特別開心 因為什麼呢 這個求職者 人家的技能展示 如果是唱歌的話 我們說都是外行 我們只能說說 我們主觀的感受 客觀相對專業的評價 還得您 來劉群點評一下吧 音樂就不點評 我還是這麼想的 就是說 你看給你一個小建議 你看一直想重藝 然後今年也都27歲了 就一定要想明白 就是你到底做什麼 音樂這塊我覺得 就可以先不唱了 去做點別的 其實我自己心裡是認同的 因為真的就是都不是特別行 說實話 齊塵 我問你一個相對 封堅銳的問題 就你來參加節目之前 你現在有固定來源嗎 經濟上 有的 但不固定 能養活自己嗎 能的 你家裡現在對你找工作 這件事有什麼態度 我其實對家裡面 還是屬於一個 有點抱喜不抱憂的狀態 你來找工作 是想繼續做你想幹的事 還是你真的覺得 我得養活自己了 其實還是想幹自己想做的事情 因為熱愛 你既然想繼續堅持做你想做的事 我支持你 但是我支持你的同時 我也得提醒你 聽聽劉群剛才的建議 也仔細考慮一下 馬瑞咨詢你的那個崗位 好吧 我覺得你們都說得太客氣了 我建議你現在就下臺好吧 咱們不面世了 不要走一人這條路 然後安安心心地回去 學一門幕後的技術 再到這個舞臺上 可以嗎 可是他二十七了 他已經沒有時間可以浪蕩了 我跟你講說 你的父母說的都是對的 你身邊朋友說的都是對的 而在舞臺上很多人對你說 你很棒 你堅持你的夢想那些都是錯的 因為我們是一個現實的世界 我們要生存 你還要結婚 你還要生孩子 你得有一分糊口的職業 不能再拿自己的興趣 當做謀生的手段了 不對 我覺得不對 我覺得就是別的不說 起碼讓他做電商運營主播 這種崗位是適合他的 他想做嗎 他到這個台上就想做藝人 他習慣台前的那種聚光燈下的生活 他根本沒有準備做好什麼客服 什麼這些 他根本沒有準備好 他為什麼要做客服 他做直播電商也可以在螢幕上 也可以利用到他的優點 所以你理解不了長得好看的人 然後怎麼就不能給年輕人鼓勵了 我是挺驚慌的 我們還蠻怕那種場面的 大家會有那個激烈的矛盾碰撞那種 但是我很開心的一個就是 大家是在很看重我身上的這些問題 我覺得是有一些思辨在裡面的 我可以從中學到很多的事情 先謝謝 謝謝長老闆 是這樣的 因為我自己也深深地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我知道我現在有很大的威力 包括就算我歇一個小時都會覺得非常的急 但是我說實話我現在 我問過自己 我還是會很努力很努力地去 拼到我不能做為止 但是長老闆剛才我們說的這番話 我會一直放在心裡面 我會把它作為我現在 更加努力的一個動力我覺得 你記住了 有的話可以聽 有的話可以不值得聽 對於剛才我給你講的一個非常現實的部分 如果現在一些電商主播 你喜歡Cosplay二次元 我為什麼不能打扮成二次元來帶貨呢 帶零食呢 對呀 對不對 我照樣活在螢光下 活在一個主播的領域當中 我通過我的方式 我喜歡的方式把它 幾句一個變現的一個表現方式 也是OK的 對嗎 舞臺不僅限於臺上 你在任何只要能展現你的地方 都是舞臺 明白嗎 實現夢想沒錯 只是老師們給你的建議是告訴你 你已經二十七了 馬上二十八歲了 只要你面對現實 在現實技術上 怎麼還用自己的愛好去 能夠產生價值 我倒是覺得 馬瑞剛才說的 有一點啟發了我 就是如果你真的還想做你喜歡的事 你先在舞臺上找一份工作 這份工作既能養活你 又在一定程度上 能夠讓你的夢想延續 對 我覺得是今天你來到非你莫屬 一個相對折衷且適合你的方案 對 好吧 來 接下來我們看看求職者 于其辰他的職場情商 作為英界畢業生 你想到大城市發展 但是父母呢怕你太累 希望你回家鄉找一個穩定的工作 你會堅持自己的想法嗎 其實我之前也碰到過這個問題 就是我現在前三年 我都一直是在北京的 然後我家在浙江周山 非常非常地遠 六百塊的高鐵票來回一千二 我也會感受得到就是 一定要在家裡陪著爸爸媽媽 所以我現在做的事情就是折中了 我希望在江浙戶 能夠有一份工作 然後定時地出去出差 全國各地做活動這樣子 比如說你的這個夢想 可能在北京這樣的城市更適合你 那你會選擇繼續留在北京 還是回到江浙戶呢 目前如果錢能越挣越多 能夠看到前景的話 我會留在北京 然後掙到那個錢我再飛回來 哎呀這個題的話 在藝術的層面上無法點評 在職場的層面上 我覺得叫一塌糊塗 第一題是什麼沒有看明白 第二的話能繞你就繞 你以為是五環嗎 所以的話我希望以後的話 做艷河事情的時候 先艷艷真真的 來到艷河一個台 都要去想這個台的目標是什麼 站在這裡 我不覺得一個好的演員 是用一個戲路演下來 而是知道站在什麼舞台 演什麼戲 祝你好運 庫老師我不是很同意你的觀點 首先呢這個答案來講 人們這個答案經常讓我們 做出這樣一種選擇 就是你A和B 你要了A就不能有B 對吧你要了B就不能有A 那麼我覺得這個選手 他就是面對自己的情況 能夠讓想讓自己走得更長久 把所有的矛盾呢都解決掉 他選擇了兩個兼容的一種方式 為什麼不可以有這樣一種方式 為什麼不可以有這樣一種考量 有選擇嗎 有選擇就留下 沒有選擇不要堅強 但是來到上海 來到北京 來到江澤戶 來到所有的一線城市 首先想到我如何生存下來 如何長本事 我覺得這個都是對的 這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的 他講得很清楚 但是我們要看他這道題是什麼 實際上啊 他不是針對你 他是藉你這道題啊 去提醒那些 可能還不如你的年輕人 不要有任何的幻想 其實呢 你今天的到來 我覺得最大的意義啊 至少對於我這主持人來說 我發現現在年輕人的興趣愛好 已經遠遠超出了 我們一些企業家 和一些自以為和他們離得 並不遠的人 覺得呢那樣子 你看看 我都沒想到現在 你們做這些廣播劇啊 做這些Courser啊 這些內容 可以做得這麼多 玩得這麼好 也給我們這個節目 提出了一個新的思考 就是以後我們可能啊 在這個領域也得請一些專家 或者有相關經驗的專家 給年輕人以指導 對不對 否則的話呢 一幫比你大個十幾歲二十歲的人 坐在一起吵 吵來吵去 可能都沒吵到你的內心 你沒笑我們 不代表迎評的那一段 懂你且懂這行的人 不會笑我們 對吧 在第二環節 剛剛這道職場情商課的題 引發了企業家 還有我們的人力專家 非常激烈的表達 不知道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你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在第二環節的最後 來 請各位企業家做出你們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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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賀你 吉辰 我說對了吧 企業家給你的這個橄欖枝是明確的 馬瑞從第一輪到現在一直很挺你 進入到你今天求職的最後一環節 進入到你今天求職的最後一環節 談錢不傷感情 來 馬瑞 我留的港給你的是電箱主播 那在初步的可能一到兩個月之內 你會做我的副播 我剛才設想的是 比如說我的每一場直播 你可以打扮成完全不一樣的 Cosplay的部分 讓我的粉絲 前面的兩個月 就是把我所有的粉絲來 導到你的部分 然後呢 從第三個月開始 然後成為單獨獨立的電商運營主播 工作地點在廣州 目前我們 然後薪酬是五千家 福利就是全年的護物品化妝品 然後無限量 對 接下來給你幾秒鐘的時間 考慮選擇或者是拒絕 謝謝 再見 來 考慮時間開始 齊誠 你的最後選擇是 我想選擇馬老闆 好 祝賀馬瑞 也祝賀我們的求職者余祈臣